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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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不能实际的教会你一些东西 因为你们两个语言不通 如果是纯粹的绘画 也就这么聊那么几句 如果他还想教你文法架构 教你写作 教你阅读 那更是记同压讲 那么好多的朋友到了那边去 就发觉只是在那边东扯西扯 而且扯的东西很多时候 并不是你需要的东西 你的可能是电子业的专长 你是半导体的专长 你是运输货运业的专长 各种不同的专长 可是这位老外老师 并没有你所拥有的专长 所以你们两个可能是天马行空的 谈别的事情 谈你们家养的猫 谈一个美国的运动 可是对于你工作上的实际的需求 实在帮助有限 所以我就听到很多的朋友 先花了一笔大钱 到了那边去之后 发觉越来越没有劲 到后来就中途而废了 浪费金钱不要说 这中间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尤其是对于职场上的朋友 本身你要的就是很现实 你能够存活在这个职场上 你要有一定的英文的运用能力 那么你要的就是赶快 把这个运用能力给学起来 而不是东扯西扯 所以我们发觉 跟老外直接去学习啊 要么就是你天资过人 就是有语言天分到那边去 你就能学出来 或者就是有一些朋友 他非常喜欢聊天讲话 喜欢交朋友 在那个地方 他也会觉得很愉快 慢慢地学出东西出来 但是事实上 大部分的朋友 学习的效果都非常的有限 我们绝对没有推翻 和外国人学习英语的这个方式 但是和外国人学英语一定是去和他练习你会的东西 在那边加强你的英文能力 绝对不是你去找一个你都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的 这样子的一个外国老师去跟他学习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非常非常的吃力了 那么职场上的朋友固然浪费了金钱时间 如果你已经在职场上是主管阶层 你工作量非常的大 压力很大 还有家庭的负担 你更是每秒每分都要好好的利用 如果只是找了一个地方 去跟你瞎扯东扯 你真的是浪费时间 又不能够实际的帮助你在职场上 专业上的听说读写的运用 而且刚才说了 不论是考试学英文 还是去找外国人来学英文 靠的是你背诵跟模仿的能力 但是你的背诵跟模仿能力 只要你超过十岁以后 你就发觉你越来越差了 那么你慢慢的长大 你需要的是什么呢 你需要的是理解 你一定要先了解 为什么了解这个道理 而且是最简单最轻松的方式去了解 然后你要做的就是熟练 反复反复去把你理经理解的东西 做成熟练的动作 这样子你的英文就可以很快的学出来 要有基本动作 就像一棵树一样 要先有树根树干 之后自然会枝叶茂盛 相反的如果你是用你弱的方面去学 比如说你去背诵 你去模仿 而且你学到的都是东一点 西一点 你呢 学完之后你就发觉你根基不稳 你很快就会忘记 就不是学英文的这个料 但是我们希望利用六个符号英文法正确的学习方法 来帮助大家做基本的四个动作 你一定要做的动作就是先练声音 所以各位在我们的寒寿课程也好 面寿课程也好 我们就是带着大家老老实实 快速的去有系统的去做这四个动作 先练声音 其实我们在英文的听说读写 就是一个一个的句子的表达 这一个一个的句子的表达 每一个里面的单字 你要有声音 然后要有一个文法的结构 把这一个字一个字组成有意义的句子 你所表达出来的才能表达出你的意思 表达出你的想法 所以一为声音 二为文法思考 这是我们的底子 先练声音 当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当我们的年纪长大了 我们呢 背诵能力跟模仿能力都不好了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方式来教导你 怎么样子能够快速的掌控 这些学习的技巧之后 熟练它 然后就能够进步 比如说先练声音 我们说谢谢你 我们说thank you 然后这边呢 还非常的叫做very much 所以如果我们说英文第一个 能够把发音弄得更漂亮 th 舌头伸出来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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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头伸出来 这个声音呢 就会比较像他们所讲的声音 然后进入英文一小节一小节 也就是等一下说的第二个文法思考 very much 是一个字 thank you 是一组 所以thank you very much 说话是有节 有段落的 这个感觉 这个就叫先练声音 反复反复的练习 不管各位程度是初级的 中级的 高级的 你一定要通通都是用念的方式来学英文 好 那么英文里面呢 我们并不强调你的发音 或者是哪一种口音 但是有些字 你一定要分清楚 否则这两个字 会让人家听不懂 你到底在讲什么 比如说左边是跑步 右边是错误 这两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字 可是你念出来 可能念的是一模一样 我们先听听人家念的 run wr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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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的不一样呢 run wrong 可是你自己来念念看 你会不会发觉 怎么搞的 我听啦 我跟外国老师学啦 可是我念出来 怎么还是一样呢 再看这两个字 这个叫罪恶 这个叫做唱歌 你听听看 人家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念念看 为什么你念的 就还是差不多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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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两字不一样 可是你念念看 你会发觉 你根本分出不出来 它有什么不一样 好 如果你的年纪在十岁以下 你听了 你耳朵很敏锐 你的舌头很软 你就可以学出来了 但是十岁以上 你就发觉 你即使天天跟外国人在一起 你的音就是不一样 即使你到了国外去 你的音还是跟人家不一样 你念出来的声音就是非常奇怪 学不到 那这时候你直接跟外国人学 并没有办法帮助你 这要怎么办呢 其实 这两组的发音都会发觉到 后面不一样 这个是小的n 这边是ng 我们是小n呢 就把嘴巴张开舌头向上 所以卷舌之后 嘴巴张开舌头向上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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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就是这个声音 而这边呢 是舌头卷舌之后 后面是ng ng是嘴巴张开舌头向下 这时候你就会说run 讲完的时候舌头向下 run run 这个叫做罪恶 请你把舌头向上 sing sing 这个是嘴巴张开舌头向下 sing sing 所以 向上 sing 向下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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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向上 一个向下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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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就有区别了 所以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不能迷迷糊糊地去模仿 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理解 理解之后 再努力地去反复地去熟练它 舌头向上 我就舌头向上 sing 舌头向下 我就舌头向下 sing 有了声音还不够 再来就是要有英文的思考架构 这样子把你每一个字 把它组合成有意义的句子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看得自懂 却意思不懂 the seeing see little 字都懂 意思却不懂 这就是你的文法思考有问题 文法这学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六个符号英文法就叫做123加4 任何一个英文句子 不管它是简单 它是复杂的 就是这套123加4 以贯之 每个句子都是一小节一小节照这个方式组合起来 你先懂了这个架构 你的底子先好 将来所有的英文句子你都能够彻底的理解 而且能够快速的运用 一叫做the seeing 这个叫做the 加上现在分词 现在分词也可以当形容词来使用 所以the seeing 叫做the加形容词变成名词的用法 就像这样子 the rich 就变成有钱的人 那么the seeing 就是眼睛看得见的人 see 这是二字动词 然后加一个副词叫little little是a little的相对 如果在英文看到是a little 那叫做看到一点点 但是没有a变成了little 它叫做几乎没有 所以眼睛看得到的人 其实几乎看不见 这是当年海伦凯勒说的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觉得眼睛看得到的人都不珍惜 都是视而不见 不懂得欣赏这个世界上的美 所以他就说 眼睛看到的人 那其实什么都看不见的感觉 the seeing see little 所以将你的思考建立之后 你在未来的阅读上面 你就会发觉 有些是字看得懂 意思不懂 那你加上我们的文法架构 你就看得懂了 而第二种情况就相反了 是字看不懂 那你就加上123加4 字看不懂 其实更简单 看不懂就去查字典 只要字典上查得到的就没有问题 而怕的是像刚才那种字都看得懂 意思却看不懂 那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我们同样加上123加4 stores是一 叫做商店 are forbidden 这是二 这叫做被动于态 商店被禁止 stores are forbidden 商店被禁止 被禁止怎么样子呢 一小节一小节的 看下去 to sell cigarettes or这是连接词 alcohol 叫做酒精酒和香烟 不能够卖给什么人呢 to minus 去卖给青少年 未成年的人 是不可以的 123加4 stores are forbidden 商店是被禁止的 12 to sell cigarettes or alcohol 这是三 去卖香烟跟酒 四 卖给什么人 to minus 去卖给未成年的人 stores are forbidden to sell cigarettes or alcohol to minors stores are forbidden to sell cigarettes or alcohol to minors 所以有了123加4 你就能够理解 它的架构 了解之后 一定要熟悉它 要念出来 stores are forbidden to sell cigarettes to sell cigarettes or alcohol to minors stores are forbidden to sell cigarettes or alcohol to minors 有了刚才 第一个声音的底子 每一个字 你都念得出来 把字放到一个句子里面去 结合123加4的思考方式 变成有意义 有道理的英文句子 这样子 又有声音 又有思考 这样子的英文就成型了 就开始要做第三步 叫运用 勤勤奋奋的学英文 最后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用 就像刚才说的 我希望能够操纵这个电视 学用手机 开汽车 我会做菜 做料理 这样子才是我的目的 绝对不是来学英文 是走一招 学完再把它忘记 吃了再把它吐出来 这叫做什么学习呢 所以学会能用 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这个时候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想着中文 你的中文不要丢弃它 当你还是英文不好的时候 想中文 说英文 你就会发觉 这条路走下去 轻松如意 中文还不简单 说了那么多年 有中文 把它排列组合一下 照英文的思考模式 重新呈现出来 你的英文就说得出来 而且说的是 对方听得懂的英文 而且我们说过 你的程度好 用难的字 你的程度不好 用简单的字 都可以说得出来 所以我们的初级 不要以为初级 就好像你还得再辛苦的 学到高级 你才能会运用 初级你就能用 只是你的初级 讲话像小学生 到了中级 像初中国中的学生 到了中高级 像高中生 到了大学 你就像大学生 但是你大学 是的 你像大学生 可是我是初级 我是小学生 我照样能讲 而不是学到高级 你甚至到了研究所了 你的英文还不如一个小学生 虽然你是小学生 你还是能用 不过你小学生 还是希望看着向上走 希望将来成为大哥哥 大姐姐 你能够成为一个大学生 那就要增加你的单字量 而单字量的增加 就一定要靠你的基本功 有声音 有思考架构 比如说刚才曾经学过 这个字叫forbidden 还记得吗 被禁止的意思 forbidden 如果刚才学习 大家都是跟着我 了解之后一直念 stores are forbidden forbidden 就是被禁止的 这叫过去分词 放在b动词后面 成为被动语态 这个r不是翻译成是 而翻成被 被禁止的 这个被禁止的过去分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来使用 所以forbidden city 就是被禁止进去的城市 这就是北京的止禁城 一般人进不去 forbidden city 这个单字 就是原来的forbidden 禁止 forbidden 的动词三态变化 字有点长了 学起来就辛苦了 所以我们就分成一小节 一小节 for 好简单哦 bad 好简单哦 过去是 for bad for 好简单哦 bad 好简单哦 这个字稍微长一点点 怎么办 for bidden forb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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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 forbidden city 学了就要能用啊 her father forbidden forbidden是什么 这个禁止的过去式 他的父亲啊 禁止 禁止怎么样子呢 her 禁止他 禁止他怎么样子呢 to marry that man 去和那个男人 结婚哦 her father forbidden her to marry that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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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到了 要记得住 记得住 要有声音 要有架构的思考 然后把它给运用出来 即使是考试 也会越考越好 好了 谈回今天的主标题 这个梦啊 为了寻求这个会议英文的梦啊 花了多少金钱 多少时间 小时候忙考试 长到了 忙着找老外 花多少的时间 花多少的金钱啊 相反的 我们六个符号英文法 能够帮助全球 希望能够快速的 有效的 学好英文的华人朋友 来参考 来运用 和外国人学习英语 是必要的 但是它应该放在后面 在你有一定能力 跟程度之后 再去找它去练习 相反的 如果你直接找它去练习 你真的是花时间 又花金钱 不一定得到效果 先把六个符号 作为各位的步骤 以建立 快速的建立 你的实力 跟你运用的能力 再出国 再去找老外 再去用别的方法 去学习 到时候 那些方法 都会变得非常有效了 总而言之 希望大家都能够 不要花大钱 不要学很久 就很快的能够 把英文学会用出来 大家一起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